可是呢 他也不想跟这种人纠缠 说行吧 那我封你 封你个穷神 中国古代这些个神仙 我相信 大伙儿最喜欢的是财神 对吧 没有人不想发财 那相应的最讨厌的恐怕就是穷神 有人问了 真有穷神这么一尊神仙吗 当然有 您听我慢慢的说 这位穷神其实不是别人 您也熟 他是江子牙的老婆 小时候咱们看风神榜什么的 应该都出现过 当时江子牙70多了 才娶了马氏当媳妇 马氏当年也60多了 可是呢 江子牙穷了一辈子 结了婚 也没翻过身来 继续受穷 这马氏是天天给他摆眼 冷嘲热讽的 处处看不起他 起先江子牙也忍了 毕竟他穷嘛 有点理亏 可是他人品是没问题啊 说实话 真不至于被马氏天天这么挤罪 毕竟人各有命 穷未必是他的错 他的时韵点还没到 所以后来 马氏见江子牙不跟他争 更是变本加厉 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了 有一天 江子牙算是想明白了 我都七十了 娶媳妇本来是想安度晚年 可这么一来 我图什么呀 不够添乱的 算了 离婚吧 嗯 就这么着 俩就离了 马氏临走 把本来就家徒四壁的江子牙的家 全都搬空了 连一只碗都没给他留下 就差把墙拆走了 江子牙没办法呢 只能苦笑 认了 后来的事呢 大伙都知道了 江子牙遇上周温王 开始大气晚成 施展报复 成为一代名相 而后就进入神话的领域了 开始给有功之臣封神 江子牙执掌封神 封了365位正神之后 大家是皆大欢喜 可这会儿 他这个前妻马氏找来了 一进门就闹 说江子牙呀 你这个没良心的 当了大官把我忘了 你可别想跑 我好歹给你当过两年媳妇 今天你必须给我封个神 不然就不走了 这话就坐下了 满地打滚 各种的出洋相 江子牙脑袋都大了 哎呦 你这添什么乱呢 你干嘛了 你就封神 可是呢 他也不想跟这种人纠缠 说行吧 那我封你 封你个穷神 这马氏没文化 就问了穷神是什么呀 江子牙说 就是谁碰见你 谁就穷 你呀 全天下 除了那些个有福气的地方 你都能去 可是没有人会喜欢你 说完了 江子牙扭头就走 马氏这才反应过来 是气急败坏 高声咒骂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他呀 他最后没办法了 只能接受这个封号 这事一传出去 老百姓就害怕了 赶紧一到过年 家家门上都贴福字 别让穷神靠近 哎 这就是个穷神的故事 住院大伙 今天听了这个故事 往后都能离着穷神远点 咱们呢 还是喜欢守着财神过 您说是吧 请不吝静 好